从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国家 来到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 各位好啊 各位朋友们啊 五湖四海的韭菜难民啊 大家好啊 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叫大翻译运动 大翻译运动 大白话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各位粉红五毛战狼的言论 翻译成英文 让脑外看一看 其中有一个爆发点是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战争 然后呢 中国那些五毛粉红啊 就说打吧 然后我们到乌克兰找老婆 乌克兰不就穷了吗 就这样 结果被翻译出来 一翻译出来 人家乌克兰一看 立刻当地就开始反华 就开始对中国这帮人 暴打中国人就开始 就是这样 这是属于大翻译运动的开始 现在呢 开始扩大了 就开始翻译中国外交部的发言 因为中国的外交部啊 他讲的中文主要就是给中国人听了 你不要以为就给外国人听 外国人也不看他怎么讲 然后还有各种的国师啊 各种的那些大V啊 主要讲粉红大V啊 国内那些意见领袖啊 还有叫人民日报啊 更多的是五毛否空的各种反人的言论 举个例子吧 你说日本鬼子大家都知道 韩国棒子 台湾那应该叫台八子 又说台湾台独 全部 就是说咔嚓咔嚓全部杀光 然后又说越南是叫越南猴子 印度阿山 然后印度又怎么说印度各种吧 反正说的都是充满了种族歧视的话 有时候美国这病毒是美国放的 现在中国人都觉得病毒是美国放的了 还说美国又在什么地方 乌克兰搞生化武器了 准备用了 全这样 原来呢只不过是在中文全弄 现在经过大翻译运动 斗争到外国了 还有说中国可以叫核武器打击日本 包括还有 中国一个金灿荣说了嘛 说中国有能力在半小时内 毁灭美国在东亚的所有军事基地 你听完崩溃了 哎呀 我原以为 就这个翻译翻译应该是网民 自娱自乐 这脑外我估计也不看了 你不要以为脑外看你中国第三世界的事情了 看都不看 你真以为脑外在乎你 美国人在乎你怎么想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真的 非洲人怎么想跟美国有关系吗 你的地位跟非洲每多大区别 都是廉价的动力 然后美国 结果我没想到 美国人没有注意这大翻译运动 中国的党媒 喉舌 共产党的这个走狗 胡锡进 所领导的环球日报 环球时报吧 竟然发表文章 开始批判大翻译运动 也相当于变相为大翻译运动做了广告 虽然胡锡进呢 胡锡进这王八蛋 他去年退休了吧 这人退休 他说是退休 但他还在工作 还在翻墙发推特 跟西方就是搞舆论战嘛 在国内还发微博 还听听 叼盘 真的是个走狗 终生改不了当狗的命 你说你都下班了 或者说你已经退休了 你咋还去干这个 你回家好好养脑不就行了吗 你干嘛发这推特呢 发这个微博呢 你真的是溅到骨子里面了 他这个大翻译运动 然后呢 环球时报说什么 这是敌对势力发动的对华认知战 对华认知战 什么认知战 说什么呢 说就国内这个环境好演 俄乌冲突的认知战 给我国社会带来的 不亚于1991年海湾战争的这种心理冲击 我的天啊 比如认为大翻译运动就不过是国外反华势力的新花样 并没有上升到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 哇 这环球时报把这个大翻译运动已经上升到 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了 而且我发现环球时报整的这玩意吧 专业用语太多了 我把它挂在旁边啊 你看短短30年就经历的 从传统紫媒广电体系的市场化 产业化改革到传统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的指数是浪潮式崛起 不仅远远挣脱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认知框架 在我国同样存在的明显基于不同媒介经验 却共自于一个话语场域内各说各话的鲜活事实 哎哟我 这环球时报这编辑这记者是什么人啊 说一句话讲得这么绕口 你专整了专业名词 然后说什么 例如国内国际关系 军事理论 新闻传播等学科 在讨论俄乌冲突中认知战的时候 就存在的清晰的媒介经验代差 整的啥玩意儿 读这么读这么几句话没怎么明白到底啥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面讲重点 讲重点 事实上 事实上敌对势力蓄意集中针对我国的大翻译等认知战形态 背后是美军从混合战争到认知战的军事理论 战争观念和媒介方法论的重大当代改革 这意思就是美军在后面弄了 美军根本对你们不感兴趣 纯第三世界 美国人对中国真不感兴趣 不要以为美国天天要往你 美帝往我之心不死 美国认为 我告诉你 美国为什么要求中国包括第三世界 包括阿富汗 墨西哥 中国印度提高人权状况 因为你们不提高人权状况 你们那边人都来美国当难民 男的都来打黑工 女的都来卖 给美国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 所以美国跟你说要提高人权状况 要不然你这帮人全来美国来咋弄啊 至于如果说你不来美国 就比如说非洲啊 像黑非洲某些地方吧 都不知道什么国家名字 刚果啊什么 他也来不了美国 那美国呢 基本也不关心 美国关心你是因为 你全跑美国来了 能理解这个意思 跟美国人 人抢生意 能理解自己体会 所以 所以关心你 叫你提高人权 说什么 以大翻译运动为例 其首先在诸如微博 B站知乎斗瓣等网络社群炒作乌克兰小姐姐 看是调侃吸溜的话题 短时间内迅速吸引海量关注的同时 然后呢就是说性别主义 激进民族主义的极端议题 并以双黄苦肉计等卑劣手段 有意引战 制造式争端 我说这话说的 我说老公 你这真的 就你那个话语体系一出来 总感觉好像就是别人害你的 都是别人害你 你就是好 你这个乌克兰小姐姐这些事情 不就是你中国这些粉红五毛说了吗 他说什么 从而释放出大量激烈极端言论 然后呢 在故意的翻译 发布在Facebook Twitter TikTok Telegram等国内外 国外社交网络平台 进一步煽动国外网民对华的情绪 我这么说 国外网民呢 脑外呢 对你不感兴趣 包括有许多人说 大政党这未来又不要反华 又不要说 破坏中国人 全世界破坏中国 破坏华人最深的 就是中国共产党 全世界 中共共产党 把中国人弄了 华人什么呢 中国人 不得自由掀起 户口绑定 不得自由生育 生育自由没有 计划生育 言论自由没有 全部 网络自由没有 全部让你翻墙 我在美国再迫害 美国能 限制我言论自由吗 美国能限制我生育自由吗 美国现在限制了吗 你再迫 美国迫害再生再生 那都没有共产党迫害生 是不是 那进美国楼房 那至少还有饭吃 那还不 不会得癌症 那至少在美国 没有活摘器官 没有说心肝脾肺胜 直接都给你 就全给你咔嚓了 大家想一想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说什么美国反华 说西方反华 再反 都没有共产党反华墙 共产党 共产党祸害了吗 中国人八千万人 至少八千万人 你真的是美国 包括美国说要搞集中营 假如把美国的中国人都给抓起来 我第一个报名 你必须的 省得我交房租了 我去跟当年傲战日本人一样 我第一个报名 我直接进去 还免费学英文呢 有吃有喝不好吗 是不是 真的是 好吧 我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大家就不要担心 包括在海外的 哎呀 说不得了了 老共 中国老共这么一搞 又怎么弄了 在海外的 我就这么跟你讲啊 你说的咱中国人吃的苦 那他妈呢 什么苦没吃过 大不了为了人类的自由 再来一次排华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牺牲我一个幸福全人类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